不過一個好的戲劇除了很棒的製作團隊 跟大家一起做很棒的一個嘗試之外 當然最重要的就是演員跟導演們 超帥又超美的 沒錯 馬上歡迎我們非常帥氣的 還有漂亮的男女主角 修傑凱 李玉芬 以及我們的導演 盧峰淵 盧導 歡迎 還有陸明君 安晨熙 麗慈天 袁康 跟沈昱真 歡迎大家 哇 超美的 一次排開給媒體拍個照吧 就是一定絕對會大眾特眾 沒錯 天災陣日 星光閃閃 那我們就先請導演來跟我們說幾句話 允許我代表我們彌圖所有的主創 和我們的製作團隊 為我們遠方正在避震災難重迫 受煎熬的人們送上我們的祈福 迷途講的是一個關於選擇的故事 一個現代人在越來越 變得越來越不太明確的是非標準 和傳統道德價值觀 漸漸被顛覆的一個世界裡 面對自己的情感和欲望 如何選擇的故事 迷途拍得很寫實 我們所有劇中的人物都很貼近生活 所以相信會給觀眾產生不少的共鳴 然後迷途我們拍得非常用心 所以這是一個真誠的作品 希望能得到大家的支持和肯定 謝謝大家 謝謝導演 真的很用心 很誠苦的推薦 我覺得真的 大家一定要好好支持一下這個好戲 那接下來請女主角 李玉芬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次演出的角色 我在《迷途》裡面飾演Claire的角色 那Parent是一個從大學的時候的夢想 就是當一名金木柱人 所以畢業後她也到了租公司上班 那她其實是一個事業心非常強的人 那個性上比較獨立 所以也是在現在社會有一個現象 是女生太獨立 感情反而會比較辛苦 對 比較辛苦一點 所以其實她事業心很強 但是也是對自己 但是對自己生活是非常有條理跟規劃的 她還是會不會讓自己維持在一個狀態內 那面對於感情 她就會比較沒有這麼的有安全感 工作對她來講是一個 算是一個目標跟夢想 你這個角色的狀態 會不會跟你自己有點像 有點共鳴這樣詮釋起來 我覺得部分有 就是在可能事業上 事業心上 所以大家可以好好看這齣戲看到 你本人很真心的演出 對 謝謝 謝謝玉芬的分享 那我們也請男主角 老師傑卡拉跟我們分享一下 跟我們分享一下 哈囉 大家好 很開心 因為這部戲是去年拍攝的 然後今年終於可以跟大家見面 而且我們在一個很創新的平台上面 跟大家分享一部很好的戲 我覺得米圖是一個 就像導演說的 它是一個非常寫實 然後非常有 有現代人的一些 故事的一個題材 那我相信說都市的人們看了以後 都會覺得它很貼近我們生活 但是又不會太過於的寫實 它有我們用了非常好的團隊 我們找了一個很厲害的攝影師 從美國來的 然後他就是 從頭到尾都是陪我們一起拍攝 然後所有運進的方式 其實我們自己都學到了很多 然後加上導演的 對於劇本的一些用心 其實我們在當中 真的拍攝過程都非常開心 然後也覺得非常用心 就是很少可以看到一個 這樣子預算的作品當中 可以去展現出一個很高規格的一個畫面呈現 那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那戲裡面其實有真的非常多 大家可能會覺得很精彩的劇情 對 就是它有非常多精彩的劇情 然後我希望大家拭目以待 也快要跟大家見面 謝謝 真的 很棒 因為那個說姐也在律師演的這個段哥是很帥的 而且今天髮型不一樣還是一樣很帥 謝謝 段哥是我想大家看完會覺得 他應該是很多男生 夢寐以求的一個職業 對 那我覺得把它留在戲裡面 讓大家跟他分享